去商店买东西啊 去哪里啊 这个花了钱啊 拿出来的这个发票 现在常常拿到的变成电子发票 但是有很多的争议 还有很多的不方便 比如说这个电子发票 你不能把它放在有光的地方哦 因为呢这个热感应会消失掉 消失掉你又怎么对讲 这样子呢 很麻烦你还要挑地方 好你说没有关系 这个卡片啊 是上面的号码呢 存在悠游卡里面 哎你要从悠游卡里面 要掉这个号码出来 你还要去弄一个什么自然人凭证啊 去哪里弄自然人凭证啊 没弄过啊 搞得很复杂嘛 那么因为实在太复杂了 网友还把它弄成了一个什么懒人包啊 让大家来搞清楚这些的程序 这个懒人包 连财政部都把它拿去 放在自己的网站上面 自己也知道有多麻烦了吧 开立电子发票不用收职联 政府省指省钱省仓除麻烦 对第一线使用的民众来说 确实找麻烦 预热的话它可能已经 就像刚您说的已经朦胧美了 因为必须要好 尺寸它就不同意 就很麻烦 购买名系就算再多也只集中在一张发票 民众对养机会缩水 热感应纸上的字还会逐渐消失 再加上各家开的电子发票 长短胖瘦尺 都不一样收纳超不方便 这张纸更不用提跟这张纸的面积了 更不用提跟这张纸的面积 电子发票使用方式繁琐 民众补萨萨 有网友自制电子发票教学懒人包 财政部电子发票脸书 竟然直接转贴网友教学 在示范的初期 我们真的欠缺 在跟民众直接面对面的宣导 未来我们规定它是五公五点八公分 然后四月份开始 就会逐步的改成五点八公分一致的 电子发票上路至今 被民众骂到臭头 财政部自制理亏 亡羊补牢 将加强宣导电子发票使用方法 统一规格 避免增加民众困扰 中文新闻黄明君陈乃鱼 台北报道